因為十點九開 立法會我盡快說幾句 今天環保祝國在這裡召開記者會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們認為這個三跑工程是不能夠上馬 基於多個原因就是環保、空域 以及巨額的投資 或者叫公帑使用 大家都看到高鐵和港珠澳大橋是連番超支 高鐵昨天還是要用財技、港鐵、小股東去埋單 我們希望已經明知有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前居可減 仍然是去做一個三跑這麼大、這麼深的徒底深行的一個工程 三跑的起標就已經1415億了 但是我們的估計呢 按回港珠澳大橋的超支比例近兩成呢 我們的估計也是這半年來的估計呢 都認為三跑如果要真正完成呢 要最少1800億 所以香港人是不要做讓夫了 因為基管局就是政府全資擁有 所以基管局說最後會由基管局超支由基管局賣單呢 其實也是一些語言藝術去騙市民的 因為基管局的錢也是政府的錢 所以我們今天鄭仲要求 現在的立法會議員呢 去問清問楚 即是現在的開支事務也都未必很詳細 再加上現在的開支已經是這麼大 去到這個1415億 還加上超支的話呢 我們是認為這個工程是不應上馬 因為再跌入另一個蒙底深潭呢 香港的庫房就會被逃空了 再加上現在很多工程已經是延遍了 如果再加多工程呢 就繼續會搶人 繼續會搶機械 繼續會搶石料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可能是開始第三條跑道 還有現在暫時也有多個司法覆核呢 跟進這個第三條跑道的 所以我想我們這個要求 亦都是合情及理 很希望政府是會聽我們的意見 好 有什麼問題呢 還是近一點波麥會先收到 好